7月3号上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超过900件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全部展出 从绘画、青铜器到织绣、瓷器等 展出的藏品横跨中国5000多年文明史 涵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的各个门类 开放当天,记者在现场看到 有香港市民自早上7点开始便以手持电子门票在门口排队等候 也有香港市民身着汉府前来参观由来 开放不到一小时,便已有大量香港市民涌入参观 因为很想先去参观一些来自北京故宫的珍贵文物和艺术品 建筑风格很独特、很宏伟、还挺漂亮 本来我们都很想去北京故宫看一下 所以现在有些文物可以来到这里展览 我们都很高兴 所以都很希望能够早点来看一下 刚刚他又买了一些票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了 而且都很希望我们家里的人和小朋友都多点聊一下中国的历史 因为历史是很神奇的,我觉得 首先我们中国的历史是很重要的 然后非常的期待 因为其实汉府和故宫这个两个其实可以结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可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情况怎么样 带小伙伴们一起来参观 一起穿着汉服过来遇见香港故宫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在媒体见面会上表示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设立 有助于让香港市民认识和了解中华文化 培养身份认同感 故宫文化博物馆是可以展现到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 怎样利用香港自己独特的文化优势 去将我们中国的故事更加讲好 是令到我们能够更加发挥到 我们将来可以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据悉,受台风天气影响 原定于7月2号开放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延期至7月3号开放